公司宣布倒閉 然後咧 怎麼樣 通緝我 來通緝我啊 我早就在別國躲著啦 喂 大家安安 主播下一個月會要入 還差7公斤免疫有什麼秘訣嗎 我不知道啦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辦法 秘訣很簡單啊 就每天 每天高澱粉高油脂 懂嗎 絕對不吃纖維 絕對不吃蛋白 青菜全部戒掉 首先你的 你的三餐裡面只能有一個 第一個是精緻 越精緻越好的澱粉 白飯一定不能有胚芽 然後呢 盡量吃麵 盡量吃粥 粥我記得是最好的 粥這個生糖最快 最好吸收 粥是第一名 好吧 先把粥放在第一名 然後呢 肉一定要吃超級肥肉 所以呢 你的這個餐點組成就是 粥 配上超肥控肉 然後呢 你吃雞 雞皮一定要全部塑下去 懂嗎 雞胸肉可以不吃 雞皮一定要全部吸光 飲料 喝全糖 還有什麼 然後去那個 我知道 有一個東西 澱粉跟油 完全由澱粉跟油 煮成的 蛋糕 你現在三餐 全部改成吃 麵包 那個蛋糕類 然後那種超級油的麵包類 然後再加上這個 飲料 飲料喝全子牛奶 我跟你講你去看 全子牛奶的那個熱量 我記得 全子牛奶每100ml好像60幾大卡 比可樂還高你知道嗎 你就全子牛奶 配蛋糕 配麵包 然後正餐就是這個是零食 正餐就吃什麼粥配肥肉 那個滷肉一定要是全肥的 然後那個滷肉還要含滷肉汁 然後一起滑進嘴巴裡 超爽 一天就吃四碗飯 然後全部配滷肉 就這樣 千萬不要動別的東西 你這樣子三個月 你沒有加7公斤 你來找我 好不好 這樣吃會不會先糖尿病 不是啦 糖尿病沒有那麼快啦 你就頂個三個月 他媽的先 先免疫再說嘛對不對 現在免疫搶著當耶 你第一個你拿到免疫的好處 不僅不用當那一年的兵就算了 可能四個月可能一年吧 你還不會當後備軍人 對不對 兩岸打起來 第一個你就可以散人了 拜託 現在這個名額夯的咧 現在你去軍旅版 那些他媽要進去當兵的都傻屌 懂嗎 先進去被操一年 然後他媽的最後 還沒事被叫招就算了 打仗的時候 第一個被抓走 第一個被抓到前進去 欸 免疫的 欸什麼都不干我的事 嘿 欸要打起來了 第一個搭飛機就跑了 放歌啦 放什麼歌啦 幹你們還要放歌喔 我都可以清唱了 喇叭自己吹好不好 謝謝主播 我先去買夜市便宜 塞肚子的蛋糕 跟小叮噹粥了 OK 小叮噹我覺得不太行 小叮噹好鹹喔 不是我跟你講 你要最大限度的 最大限度的通過免疫那個障礙 又要保持自己的健康 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澱粉跟油嘛 你不需要鹹啊 你吃的很鹹 等他媽腎臟受損了 也不好啊 主播沒有台灣價值 哪天阿貢打來 你就先被民進洞 抓去電線 掉電線桿 不是啊 阿貢打來的時候 民進洞他媽的 兵都掉到前線的布丁打得贏了 哪來的時間處理我啊 拜託 打仗你不是可以依親去香港嗎 不知道我幹嘛依親去香港啊 白痴喔 打仗我直接他媽的 我直接去他媽的東南亞 隨便找個國家 媽的晚一年再回來就好了 我隨便他媽的旅遊簽證 去泰國對不對 那在泰國爽個幾個月 台灣他媽守得住 台灣守得住一個月 我隨便你啦 真的 我跟你講台灣就算守 你台灣就算守得住一個月 真的啦 你台灣就算真的守得住一個月啦 飛彈射一射 對不對 那個電廠炸一炸 台積電射一射 對不對 台積電爆一爆 台灣經濟也垮了啦 我跟你講 打個兩三個 打個一兩個月對不對 中共也不用再打了 台灣人自己就他媽餓死了 逃了逃了死了死 內部就他媽的開始叛 開始叛亂了 到時候他媽的跑了兩三個月 再拿著大把的美金回來他媽的 回來他媽的 朝底 爽的勒 主機長搞不好他是太瘦差7公斤 太瘦差7公斤喔 很簡單啊 你知道那種 劇烈快速的瘦身 通常有兩種嘛 一種就是極度的自製嘛 另外一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極度的病痛啊 你有看過那種 你有看過那種就是什麼 那種生大病的突然都會瘦很多啊 你就去生長大病就好啦 對不對 胡說八道 主播那次你介紹的人蟲種後千牛排好爽啊 我跟你講現在已經爽不起來了 現在人蟲種不知道長多少了 現在那個夜市牛排幹一刻都快到他媽 欸我真的覺得現在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吃夜市牛排 你加一點點錢就可以去吃什麼我家 那個我家還可以什麼蜘蛛吧吃到爽 我昨天晚上就沒東西吃嘛 去我家附近買夜市牛排 我隨便點個什麼牛排然後 欸我那時候點什麼 啊雞加牛 就一片雞排加一塊超小塊的牛排 幹230欸 你去他媽的我家牛排 隨便吃個最便宜的套餐大不了啦 大不了300吧 幹你加個70塊 媽那個自助吧吃到爽 我瘋了來去吃夜市牛排 難怪我想說為什麼那麼貴 沒有啊現在都漲價了啊 我覺得夜市牛排現在競爭力很低 我跟你講台灣為什麼之前夜市牛排 就算他便宜啊 人蟲種前兩天去吃好像才230 還有自助 是嗎人蟲種現在這麼便宜嗎 除非你手上哪家飲料 陳之翰嗎 幹你假粉是不是啊 這個包裝 像是19茶屋嗎 陳之翰在內湖 他媽當我那麼閒喔 你吃後期雪花沙朗270 差不多啊 而且你看那個人蟲種 只有那個玉米濃湯跟那個什麼飲料 你再加個50塊320 去我家牛排吃一個那個 最便宜的那種特級牛排 對不對 幹那個沙爸媽滿滿的水裡挑 吃到爽 山上優雅宣布退休 主播會難過嗎 不會啊 我又不看山上優雅 山上優雅不是我喜歡的型啊 蛤 主播覺得銀行會再倒嗎 這我真的不知道 我跟妳講啊 我他媽要是知道 我也不會坐在這了好不好 我要知道銀行會不會再倒 媽的早就去他媽的股市裡面 媽的割草 割草的 還跟你在那邊媽打嘴炮咧 台商賺的錢都轉不回來 我說真的我不知道應該有方法啦 最簡單的就是找人幫忙洗錢嘛 在中國買一些他媽的 買一些點卡 買一些虛擬貨幣靠虛擬貨幣轉錢啊 我跟你講虛擬貨幣會夯就是因為他不在 他不在那個正常的金融市場裡面 你靠虛擬貨幣轉錢 我不知道現在啦 因為現在虛擬貨幣可能有列管 之前一開始虛擬貨幣會長那麼多也是因為 那就是拿來轉錢用的啊 虛擬貨幣又沒有在金融裡面控管 老子今天拿公司的錢買他媽十顆比特幣對不對 轉的時候比特幣就轉給別人啊 你他媽也掉不到啊 假設今天瘋狗娛樂 花了一兩億買了一堆比特幣 就這樣子欸啊 你銀行只知道我花了一兩億 然後變成比特幣之後 比特幣要轉給誰呢 轉進我私人的帳戶 幣的那個帳戶 他也不知道啊 他就直接變成我的錢啊 然後到時候要查 欸沒差啊給你查啊 老子張偉航開了一些瘋狗娛樂對不對 無鬼搬運法 把公司的錢都搬光了 就這樣子啊 也沒有差啊 公司宣布倒閉 然後咧 怎麼樣 好通氣我 來通氣我啊 我早就在別國躲著啊 瘋狗娛樂有一兩億嗎 有啊 等你媽來領啊 要幾億給幾億啊 海鮮就這邊 創一個瘋狗幣一顆六千 做一集 割粉絲韭菜大企劃 玩遊戲的都不用想割粉絲啦 遊戲圈都是他媽一些頂層魯蛇 你要割個毛啊 合約輸更快 哇 合約也賺更快啊 哈哈不如冒險島投資核心 昨天在拍賣丟了四萬顆 好舒服 NO NO你老木啦 欸感覺真的欸 感覺我看 我看那個媽的垃圾爺爺 每天在瘋之谷都在那邊跟我吹 那今天又買了什麼 又賺了什麼 什麼十幾二十趴 明天又說什麼 又吵了一個什麼 賺了三十趴 媽的幹 有沒有那麼好賺 乾脆我也去當瘋之五大盤上好了 欸那隨便看那個趴數都比什麼台股好賺多了 你可以出特哥幣或影子哥幣 這兩個不一定很好賣 然後有一個很好賣 你媽幣啊 吃臭你媽幣一定很好賣 啊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 敵地大師國動招惟行分析報告 那靠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 也不評論一種 按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QD拍帥哥嗎 點贊數7%欸 不會人都放到我點贊 我以為人都放到我點贊 那你今天會受到他們評價 都機器人喔 sizin點贊數1%